大家好 记得过去几周里面我们谈了好几次 18个月的概念 那我们今天再补充一次 为了这18个月 为什么被大家 被我认为是台海行事的一个关键时刻 从北京处理台湾问题的 以及基本的逻辑 基本的节奏 我们很清楚 北京方面一直强调 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承诺不使用努力 关键话说 会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手段的这种可能性 意思就是说 北京说我会用所有一切的努力 来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不完全百分之百一定是合理 因为北京说万一这条路走不通 那我就有采取其他必要手段的这种可能性 或者选项 那么这是北京的节奏 那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这种放弃采取和平手段 还没有 我们觉得从任何之下看 北京方面都在争取 台湾方面能够跟大陆方面能够对谈 能够谈两制 这个台湾方案等等等等 目前的节奏就是这样一个节奏 但是也不排除有一种可能性 就未来十八个月 这未来十八个月就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十一月 这十八个月就是美国要进入大选的这个非常紧绷的时期 我们知道美国两党在反华政策上是高度一致的 而且为了胜选 有可能会在这个政治上比赛 谁比谁更鹰派 谁比谁更强硬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不能够完全排除美国 两党在国会里面会不会通过一什么 连白宫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掌握的一些什么主张国防案 比方说美国两党突然通过 我们制止台湾独立 万一出现这个情况 那就踩到北京的底线了 那好了 接下来北京就没选择了 北京就变主动为被动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可能性就存在 而且能当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指出 基辛格那么紧张呢 巴菲特为什么把台湾独立 那个股票从中出新呢 马斯克跟达尼欧为什么也高度紧张呢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也有感觉 或者意识到的这种可能性 这就是我们对台海情绪未来的 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角度 欢迎大家关注 凤凰卫视社交账号